新手开车的时候老司机总是说不要压紧盖 万一把紧盖压坏了或者弹起来会伤到汽车的 不过通常越贵的车越高端的车对于这种压紧盖的事情越不在乎 因为这些汽车质量相当好 车主相信就算紧盖坏了也不会给车造成什么伤害 不过这次一辆国产车WEYVV7以50麦的速度压了一个紧盖 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事情的结果车居然爆胎了 被誉为最牛国产豪华车的VV7竟然因为压紧盖爆胎 似乎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林先生那天开着自己的VV7出门路上没有什么人 林先生的车速也就快了一些达到了50麦 林先生平常遇见紧盖都不会躲避的 这主要是出于对自己爱车的信任 这次林先生看到一个紧盖非常正常 没有翘起来等其他状况 所以林先生也就直接开了过去 结果砰了一声车胎爆了 林先生马上下车检查 发现自己的车胎被划破了 面对这种情况 林先生马上呼叫了紧急救援 进行了事故判定更换了新的轮胎 林先生后来又去这个地方看了一下别的车 其他汽车通过的时候也会压到井盖 但是没有出现过爆胎的情况 林先生非常郁闷 把自己的情况发到了网上 结果还被VV7的喜好者骂了一顿 不过小编倒是认为 问题可能出在VV7上面 毕竟现在很多国产品牌与合资品牌 或者进口汽车 在质量上还有这一定的差距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国产自主品牌要是想更好的发展 就要及时反思一下自己的不足之处 不断的加以改进 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